说起恐龙大家应该都不是很陌生,即使不熟知恐龙的人,也应该能说出几种恐龙的名字,比如家喻户晓的霸王龙、三角龙,在6500万年以前,统治地球的还不是人类也不是任何的哺乳动物,而是巨大的蜥蜴,恐龙。 根据现在的化石发现,恐龙出现于24000万年以前,灭绝于6500万年以前,当然这个年限还有可能更加的长,也就是说恐龙至少统治了地球以17000万年,这使得我们不禁疑惑,仅仅在地球存在300万年的人类,就已经产生了智慧文明。 为什么统治地球以17000万年的恐龙,没有进化成智慧生物呢? 一些人猜测,恐龙其实已经进化出来了智慧文明,但是由于某些原因,这个智慧文明,在6500万年以前戛然而止,而时间抹去了这个文明存在的一切印记。 我们今天所探测到的恐龙化石,不过是当年恐龙文明的冰山一角。 但是这种观点有些脑洞打开了,不能使人信服,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这种观点。 于是一些人提出了这样的理论,恐龙之所以没有进化成智慧生物,那是因为恐龙太强大了,它们没有必要动脑子,就可以轻易地生存。 它们依靠巨大的体型,而是一切的竞争者。 在它们的时代,恐龙是没有任何一种物种可以撼动的,而我们之所以进化成了智慧生物。 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太弱小了,与我们祖先同时代的竞争者太过强大,我们祖先的体质不如那些强大的竞争者。 所以我们的祖先要想活下去,就必须要学会思考,学会使用器具,学会制造工具。 也就是这样强大的恐龙没有变成智慧生物,而弱小的人类却凭借这会成为地球的统治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